大家好 我是老胡 有两三天没见面了 我现在就坐在我们租的这个房子里 因为快到冬天了嘛 我们开车房车到处跑 最近又下雨比较多 所以我们想找个营地能够租一两个月的 结果呢 温哥华地区呢 所有营地长期租的全部都保满 因为有些原打算到美国南部过冬的这个 房车队伍啊 都过不去了 因为加美这个边界没开 我们原来也打算到美国去过冬的 就别说这个加美的边界没开了 就是开啊 我们也不愿意去了 第一个 疫情很严重 第二个呢 这个社会不安定 所以我们就想能够这几个月呢 能够安定下来 既然那个营地找不到地方住嘛 我们就就想租个房子住下来 这个多亏了这个一个房屋中介 Lucy的帮忙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 这个房子 这也是我们中国同胞 人也挺好 昨天呢房主人又买了一个大衣橱 这就是房东 昨天从那个一家买了一个大衣橱 我昨天下午主要是忙着装这个大衣橱 它是都是组装件的 在一个11月9号从温哥华岛来到这个温哥华地区的 第一站我们就去了生产厂家的指定测航 去检查这个房车的电池 这个电池弄得我挺伤脑筋 因为买了两个星期以后 我就发现这个电池能冲上电 但它保留时间不长很快就漏掉了 但一直可以坚持用 那最近一两个星期呢 它漏得更厉害 甚至我们官方那个灯都不开 所以有几天往电池拖了都没点了 所以我们来这第一站就到了这个测航 上航也到了 就要下午一检查呢 他说没问题 这给其他那个指定测航差不多 就拿个万用表测一测 说没问题 电池如果没问题 那就肯定其他的问题了 不然的话这个漏电那么厉害 它不可能 没问题 那么答应第二天就检查 第二天检查一个上午 说是有问题了 今天上午开始设计去那个电池厂 最终还是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电池厂两个电池都过换了 挺奇怪的是 直接客户找话没来的还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服务很重要 现在我看到国内啊 这个服务方面比这里要好 一个效率高 在一个这里程序太复杂 可能也可能是这个防车厂 所以嘛 防车的一定要注意 这个Triple E 它这个防车厂 你像奔驰这个车出了好几次问题 奔驰的车行 他就能决定该不该换 有的键的话 当时就给你换了 这几天都下雨 也没发出去 出去玩 所以给大家聊一聊 我们也做了不少事 第一出了温和哈岛 第二联系了房车厂 预约了房车厂 这个下一步有些问题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们租到了一套房子 还是很满意的 第四就是现在电池解决了 让大家放心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